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都不一样 因为他这个老兵不识这个演说里面 他这个文字比较难 句子也长 所以当然我们从里面摘取了一些好些句子 所以这个标题看起来差不多 内容都不一样 我们的说图上面就是不一样 这么长的句子一看就昏倒 怎么办呢 我们先念一次 I made it clear that if not permitted to destroy the enemy built a basis north of yellow if not permitted to utilize the friendly chinese force of some six hundred thousand man on famosa if not permitted to blockade the china coast to prevent the chinese rats from getting suckered from without and if there were to be no hope of major reinforcements the position of the command from the military standpoint I made it clear that if not permitted to destroy the enemy build a basis I made it clear that if not permitted to destroy the enemy build a basis North of yellow if not permitted to utilize the friendly chinese force of some 600,000 man on famosa if not permitted to blockade the china coast to prevent the chinese rats from getting suckered from without and if there were to be no hope of major reinforcements the position of command from the military standpoint forbade victory 就有时候我们可以一阳顿挫 这高低音差一点 差的多一点 对照大一点 反差大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有人讲话就是比较平 没什么起伏 有人讲话就是很生动 一阳顿挫很清楚 就不一样 那怎么样去破解呢 这是我现在十个有点频道在这边 这边是常去破解 比较难 很多出处是从经历演说 这两个最难 最简单是简易表达片 我们怎么去破解 这是我自己破解的方式 这是我自己破解的方式 如果大家一路看过来就比较了解 他是用that if 四个月 他基本上是用四个东西 对的的平行的来弄 他的主句 I made it clear 三个字就结束了 这是I made it clear 这是我想说清楚 可是这句子呢 也不成句啊 文法上就可以 有主词 有动词 那补语有没有 没关系 可是讲不清楚 所以一大堆补语 所以句子常常就是补语多 所以英文结构复杂的 不是主句 主句通常不会太麻烦 就是那个补充 有什么关系代名词 有连接词 有那个各种子句 用各种这个片语啊 那个就很麻烦 所以他这边很简单 三字很长 可是他结构其实这个是很条理化 有的这个 用的太复杂了 那个就很难看 这个相对的结构 就是说比较清楚 层次很清楚 就是说我要说清楚 结束 但是that 就是那个戒指句 that 就是我们叫做 从属连接词 后面戒指句 就是补语的意思 要补充 附属建筑物啊 把事情讲清楚 那什么东西 哇 从这边 一大堆到这边 到这边 都是补语 主记才三个字 其他全部是补语 但是补语 这个逻辑上很清楚 成词很清楚 如果怎么样 四个如果 所以我这四个如果 if 也是 也是那个 也是那个 重属连接词 所以 两个 两个重属连接词 接在一起 我们说是大的子句 小的子句 这个 主句像是 爸爸 妈妈 子句 儿子女儿 那这个呢 这个小的子句 就像孙子孙女 可以五代同堂 八代同堂 随便 都可以 句中句 子句中的子句 主句 子句 孙句 这应该叫孙句 孙子辈 这边已经说 我要生命啊 然后什么东西 接子句 然后这个子句里面 又去分 如果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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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四个 怎么样 所以我这边用四个if 这边很清楚 但是呢 这边 如果 not permitted 如果没有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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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没有允许 所以我下面画底线 是把它 这三个是对等的 你看字都一样嘛 not permitted to 因为后面加一个动词嘛 用不定词 to加动词 所以三个都一样 一看就知道 所以大家这个长句一看 哦 这是三个都是补充说明 但是因为它是动词啊 permit 因为子句里面可以有 子句的动词啊 跟主句动词不一样 主句动词 绿色啊 子句动词 我都用黑色啊 很多极都这样子 所以它有三个permit 那第四个if呢 它就不用拿permit 就是their word word就是 子句的动词 那所以这边就不画底线了 所以它用 先用 连接词 用that 带出一个子句 可是子句要带出四个声句 if 如果怎么样 我要声明 声明什么声 如果 四个如果 然后呢 子句的 子句中的 这个怎么叫 子句中的主要的动词 子句中的主要动词 是这个 forbet 所以这个应该用 用那个绿色纸 所以这个你看 因为是子句中的子句 如果没有that的话 我们前面都不管 如果没有 I made clear that 直接从if 那这个就是 黑色字 那这个就变成 这个绿色的字啊 可是因为它前面是子句 因为它孙句嘛 它是孙句 它不是子句 所以前面没有的话 那个 它就变成 子句 后面是主句 因为它前面加that的关系 那这样讲不知道听不听得懂 我们先看到意思啊 意思先了解 那有时候我会多讲一点啊 就是说 因为我习惯上不只把字面上的意思 还有弦外之音 甚至它的时代背景都讲 就是希望 大家能够找点知识嘛 不然的话有时候 讲讲英文 只了解英文 可时代背景不了解 所以知识是最重要 而语言只是工具啊 所以我 所以习惯上会把知识东西多讲一点 就是我要讲清楚 没得清楚 我要声明 声明清楚 这个戒指句 如果 它主词省略调了 就是we 比如说we 省略调 主词有时候可以省的 有时候那个 受识也可以 也可以没有 但动词不能省 当然有的情况是 动词也省了 但是它前面有个朱动词 朱动词也不能省 反正主词 或者前面朱动词 反正不能两个都省 那当初一句 一句惊叹号 那例外 他就说如果不准许 去摧毁敌人 已经建立好的堡垒 就是在北亚 亚绿江 我们念那个 破银子 亚绿江 亚绿江 我们念亚绿江 就是中国的东北 跟那个韩国北韩 交界的地方 亚绿江 屠门江 因为它这个基本背景就是韩战 因为二次大战 当然那个麦克阿瑟 他们那个盟军营呢 他就是 占领了 统治了日本 那接下来 那是1945年了 二次大战结束 就1950年韩战爆发了 那爆发一下子不得了 哇这个这个 这个北韩那边在这个苏联的支持 还有中国的这个帮助之下 这个这个金日成 就是现在那个 他们的那个胖子 胖子他的祖父 金正日的 金正恩的这个祖父 他爸是金正日 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 组成三代 白头三的这个血统 就是 如果我们不去阻止 亚绿江以北的 敌人的堡垒 就指北韩了 第二个如果我们 我们不同意 不允许 去用这个很友善的 中国的军队 有六十万人 各十百千万 十万 六十万没错 因为Fermosa Fermosa在哪里 美丽岛吗 台湾 啊 所以台湾那个民进党 他为什么叫Fermosa 以前叫那个美丽岛 因为荷兰人 以前曾经统治过 台湾 就叫Fermosa 那为什么他们不叫台湾 一开始荷兰人 登陆台湾 搞不清楚啊 殖民地嘛 我叫Fermosa 就荷兰花 哇美 这个岛好漂亮 Beautiful Beautiful Island的意思 Fermosa 所以后来就说 美丽岛 用这个 指台湾 你说什么 就是中国的军队 那个时候呢 蒋介石才刚撤退到台湾 所以他也是叫中国 但后来就叫台湾了 现在台湾你说叫中国 你要说 哇你是舔共 你是舔中国 舔中共 就是 骂了一塌糊涂 但那个时候还是中国 就是 在台湾的 撤退到台湾的 蒋介石部队 六十万的部队 他是很友善的 所以麦克阿瑟跟那个 蒋介石交很好 所以杜鲁门为这个不高兴 所以台湾还有一条 还有这个 麦帅公路 因为麦克阿瑟 五星上将嘛 相当于元帅 一般只能 最多上将 他元帅五星 那美国星不一样 美国的 少将两颗星 为什么两颗星 我们少将一颗星 因为他还有准将 准将一颗星 所以我们叫麦帅公路 如果我们不摧毁 压力加一倍的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不允许 在台湾的蒋介石 我们的好同伴 我们的死党 因为他们年纪也差不多 麦克阿瑟比那个 蒋介石稍微大几岁 年纪差不多 没有差多少 六十万 因为蒋介石撤退到台湾 六十万的部队 都是 但是当然了 那个都是打败仗 士气不好 不够好 那第三个 如果我们不允许 去封锁 封锁这个中国沿海 这就是不是台湾了 前面Chinese Force 是在台湾的 蒋介石的 国民党的军队 他以前说也是叫 也叫中国 因为他才刚刚撤退到台湾 那这个就是真的中国 就是共产党 就是八路军 毛泽东他们 毛泽东很会打仗 毛泽东本身不会打 但是军事战略他懂 可是他不打 十大元帅 彭德怀里面好厉害 什么二业三业极业的 那个很厉害 所以我们不封锁中国的 这个海岸线 以阻止 阻止 这是红色的中国吗 赤色中国 红色的中国吗 红色 那国民党是蓝色 这个美国也是一样 民主党共和党 一个红色一个蓝色 然后阻止他们去 prevented from 是一个成语 prevented from 去得到 sucker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help 就是那个 帮助 去得到一些 那个后勤 补充啊 一些资助 从没有 friend without 因为那时候大陆 这个中共刚打完 也是很缺东西 所以是要封锁 封锁它的这个海岸线 海岸线 以阻止它去得到 因为那个 有些 有些国家 会从海 那个从海陆 去运一些物资 去支柱中国 这第三个 如果 not permitted 如果不允许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当然都是麦卡特希望做的 我要跟蒋介石合作啊 我要摧毁这个 亚禄江以北的这个 这个 北韩的这个 军事基地啊 我要封锁啊 这中国海岸线 结果 罗斯福全部不同意 没有一个同意 都不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后来有一段期了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麦卡特 麦卡特的这个 也很争议啊 你都不准 然后 那个韩战 后来 也不成功嘛 但后来 就南北韩 所以那麦卡特后来提议 把那个杜鲁门吓死 把群星吓死 结果他提个什么意呢 吓死全世界 吓死宝宝 他说 我们丢原子弹 丢到中国 你又不派兵 你又不让我跟蒋介石合作 这个杜鲁门 这个不准 那个不准 那没办法 丢原子弹 丢到北京上海 而且 甚至 这个也不是很确定 甚至说丢三十颗 哇 丢一两颗都不知道丢三十颗 这我们也不确定 到底丢几个 但是他确实主张 丢原子弹 打完收工 那就 杜鲁门吓死了 大人不敢了 赶快把你解职 所以他后来回来 被解职了 回来 老兵不死 第四个就是 如果他们 承证 如果我们都没有希望 就是都没有 major enforcement 那我们美国部队没有希望军事上没有增援的 那Position就是Command 就是我们指挥中心 我们的立场呢 什么立场 从我们的军事观点来看 如果你又不让我做这个 不让我做这个 不让我做这个 而且 if there were to be no hope of major enforcement 而且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后勤补给呢 那我们军事的观点 我们司令部 我这个麦克阿瑟的军事指挥中心 司令部 我们的军事观点说 forbade 就是禁止胜利 就没有机会胜利了 你这个不准 就像岳飞 对不对 你这个高中秦宽 你这个不准 那个不准 我往前攻 你又不准 又扯后腿 然后到金牌 把我撤回来 这种不用打了 胜利不可能 forbade 禁止 顺利就禁止 那我没办法 麦克阿瑟 没办法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我把意思讲得比较透一点 所以这边 主要的主句 我要表达我立场 结束完了 可是什么立场呢 用that 然后that 然后有if 这个子句变孙句 孙句 这个反正不管子句 不管儿子孙子 就是啊 你都可以有动词 所以三个动词 加四个动词 但前面三个呢 三个都是permit 我的话线 但三个都是串联 都是对的 not permit to 三个都一样 所以呢 他这个看得很清楚 这个对账很公正 所以有三个if 三个if后面都有三个动词 然后not permit to 都是对账公正 第四个if 跟出来的他的动词 word 所以第四个跟前面三个是 孙生三兄弟 第四个弟弟的长相就不一样 但是都是兄弟 然后这个that 这个子句的动词 主要动词是forbate 那这个子句的次要动词 是这些黑字 那这个我没办法 没办法再去弄彩色了 不然又彩色太麻烦了 所以这个 这四个是孙子辈的动词 这个是儿子辈的动词 这个是父母辈的动词 主生三代 所以大概用这个意思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他用that 用四个if 还有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动词 加上主句 又六个动词 但是这是父亲辈 这是儿子辈 这三个是孙子辈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比较了解 这个句子它整个架构 以及一些文法上的一些观念 好 那我们一直都了解 我们最后念一遍 然后是不是你就比较感觉 I made it clear that if not permitted to destroy the enemy if not permitted to utilize the friendly Chinese force of some 600,000 men on Formosa if not permitted to blockade the China coast to prevent the Chinese Red from getting secured from without and if there were to be no hope of major enforcement the position of the command from the military standpoint forbade victory 所以英文里面它的标点符号也很重要 断句 当然这是一个句子 可是它里面的结构 它的一些 一些次要的东西它可以用 用句点 所以长句的时候 它 会有很多标点符号 这一篇比较简单 都是 都是逗点咖 有的更复杂 还有分号 还有帽号 还有这个破折号 破折号 还有一根的 一杠的 还有两杠的 还有一个长杠的 两个短杠的 那个一个杠 还有长的短的 这个很麻烦 但标点符号有文法上的意思 但一般文法书 比较没有写到这个标点符号 它有点 它有一个连接词的意思 好了 不多讲了 这集讲到这里 不停 对 不停 那